叫水水或者鸡鸡 俗话说童言无忌 小玩儿说了啥子 大人都不当回事 说 哎呀 他还小 不懂事嘛 但是现在的小玩儿 能跟我们以前比吗 你以为都像鸡鸡一样青春少 到现在都不晓得啥子 叫打呗 今天 直接给大家讲一个超级月薪的高分神作 狩猎 快点上车咯 就在这部片子里 幼儿园的小朋友要开车咯 他鼻子是家里的小女儿 家里人都很盖他 尤其是两个哥哥 有啥子好东西都第一时间给他分享 这次分享的是几张黄片的截图 他鼻子对这些不感兴趣 但奇怪的是 那些兔子跟如此的泪意忘记 浮浮沉沉的在他心里 还好 幼儿园的老师摔摔 和他鼻子的爸爸是好朋友 经常送他鼻子上下幼儿园 反正他也离婚了 儿子也大了 情头初开的他鼻子觉得摔摔真好 于是 祝了小猩猩送给他 还在幼儿园头冲过去 背了摔摔一口 帅帅没想到 个人这么有魅力 还老是要通杀 对了之为他鼻子的启蒙老师 帅帅还是要教育一下他 小猩猩 要送给小男生 不要送给我哈 还有 你只能和你爸妈亲亲 不要跟大叔亲亲 会扯拐的 他鼻子觉得场面一度九分尴尬 于是扯谎说 帅帅心想 他还会甩过手 给我倒打一耙 不过大家都肯定觉得 小女儿子害羞了 那还说一两句也磨得啥子嘛 结果他鼻子还记仇了 跟幼儿园园长阿姨开起了车 说他看过摔摔的小弟弟 院长阿姨一听 你在说啥子烧话哦 他还送了我一颗小星星 但是我不想要 哦哟哟 鸡鸡觉得这个女儿 真的是绿茶种子选手哦 聪明的院长一听 立刻细心附体 这他妈不是在野龙主吧 幼儿园来教师 对女娃娃做出那种事情 而在院子里 幼儿园女教师 已经垂帅帅很久了 女教师一边跟她表白 一边掰着帅帅的老婆 准备亲她 帅帅很害羞 你脖子硬气 该啥子 帅帅为了证明自己 不仅脖子摁 其他地方也很摁 于是和女老师耍起了朋友 当然啦 鸡鸡说的是她腰本嫩哈 第二天 两人一起到幼儿园上呆 但是阅长经过了院上的脑补 觉得小玩儿是不可能说谎的 于是细心附体的阅长 开始了他的表演 阅长先给摔摔打了预防针 于是让他不担心休假几天 如果非要给这个假 加个期限的话 他希望是一万年 阅长请来了村里的心理医生 来问一下他鼻子的真实情况 但他鼻子不承认过人开过来洗车 但下点的阅长觉得 玩儿一定是吓坏了 才不敢说的 于是在两个人的诱导下 他鼻子还是承认了 这号院长更坚信摔摔 该过那些噩心事 于是召开了家长会 宁愿错杀一倍 也绝不能放过一个 但大家都表示不相信 摔摔那么好的一个人 咋可能该出这种事情 肯定是 自己以前没擦点眼睛 没开清楚摔摔这个人 于是大家都开始欺负摔摔 开始缺他 他最好的兄弟也把他改成 连他鼻子自己都开不下去了 妈妈 其实我就是乱看了几具黄枪 好了 鸭儿乖 你就是太帅良了 还帮那个噩心的人说话 看到妈妈不相信自己 他鼻子来找摔摔 他们说你对我做了那种事 摔摔心想 这他妈不都是你说的 再帅良的摔摔觉得 他个小玩儿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并把他撵回家 对一嘴头 发现过的女朋友 看自己的眼神有点不对头 你不会是个变态吧 帅帅听到这个话 有点小生气 于是KK七七的 把他请出了门 听到老爸被欺负了 儿子终于坐不住回来了 儿子觉得自己虽然长得娘 在狗子里还是很爷们的 于是去了他鼻子家 质问他 在千缘万语 最后一直花出了一盘面台 帅帅的事情越传越远 他现在出门买个菜都要被打 家里给包里被人砸了 狗也被人杀了 帅帅憋屈得要命 终于在教堂住礼拜的时候 帅帅爆发了 你看到了啥子 就在热说 你们总是把自己的想法 摘到我脑壳上 就这样 一年过去了 大家表面上也慢慢待望了这件事情 大家活目的 跟啥子时就没发生过一样 继续喝酒 继续开party 帅帅的儿子也迎来了个人的成人里 他也成了可以手拿猎枪 去打猎的真来人了 虽然外表依然不太像 事情真的就过去了吗 在打猎的时候 帅帅差一点又被爆头 原来事情还是没有发片啊 就像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 村里人就是一群道德绑架犯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猎物 就贴油加醋准备开枪 所以啊 虽然童言无忌 但是人言可畏啊 关注谈资口水期微博 私信狩猎 即可获得影片资源哦 你脖子硬起该啥子 摔摔为了自己 摔摔为了证明自己脖子 感觉好像黑暗脱感 自己不止脖子 自己不止 摔 摔摔为了证明不止 摔摔为了证明自己不止脖子 哈哈哈哈 摔摔为了证明自己不止脖子 救命呐 我也才要走回